老花一开箱评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花 现在都叫的叫成王子曼绿蓉 废话不多讲是吧 开箱 同样是来自于福建那边 张州的一个 同行发过来的 咱们看一下描情 非常的不错啊 我就 你看我老是夸人家福建啊 夸人家福建人 大家可以看到我每一期开箱啊 人家福建人做点事他就是心系 怪不得人家这个 这个闽南啊 闽商啊 做生意 跟这个北方人就不一样 我们北方人就大大咧咧的 你看人家的小包装 我要跟我们的家里的兄弟姐妹 要好好说一下 你看人家 再看看咱 这就叫差距 关于老花一开箱呢 是不接受任何充值啊 不会告诉大家链接的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的话呢 你可以实信我们后台 我们后台小哥会发给你们 这个呢 不作为任何的推广 只作为一个什么呢 给大家教学 虽然说他的那个小品种呢 比较小众 但是他大品种就比较大众了 曼绿蓉都应该听过吧 金丝曼绿蓉 色曼绿蓉 荧光曼绿蓉 去年老火了 这个呢 现在价格也不贵 这么大一颗 30多块钱 30多块钱 包装还比较细心 没开箱之前 就感觉心里美滋滋的 就是很期待人那种感觉 你知道吧 来 咱们先打开看看 什么样子 感觉就是很用心的 去做这个包装 很用心 哇 真的 就这个包装 没有 我跟你说 不是老板娘亲子打的 我都不相信 其实我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不是用我的身份去买的 是用我们后台的境界 他用他的身份去买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描情 最近天气回暖了 还没有冻伤 有话说叶子怎么黄了 对 它就是这种橙色的 所以说现在也叫 橙王子曼绿蓉了 好吧 是一种官叶类的 给大家打开 看看根系怎么样 很大一颗 很直 哇 感觉这个价位很直 它不是那么大众 像很多的话 都喜欢养这种 叶子比较好 看着官叶之物 很多的话 在养护的时候不会养 顺便的 咱也给大家来一起扫盲 咱们看一下根系 用到的是一些 他们当地的一些腐质土 然后掺了一些个沙子 咱们苗情还是比较好的 苗情接近于满分 但是路途上 肯定是有一些波折的 根系很好 很棒 这个土还可以的 这就是他们当地的腐质土了 不过这个腐质土发酵的不够完全 发酵的还不够完全 好了 接下来入盆 顺便给大家叨叨一下养肤 接下来咱们就种盆 大家在选盆的时候 不要纠结了 就是根据花的一个灌符 然后大家种上去看一下黄金比例 像这个盆 就是它的一个极限了 而咱们这么种肉的时候 这个盆显得 就是有点大 大家在种的时候 就要稍加注意 不要埋得太深了 很多人换手埋的时候 都是这么直直的给它埋进去 你这样子的话 后期会把这个根子给焖坏的 好吧 不建议大家埋得特别深 大概期的话 咱们下面就是加入底土 土的话还是老样子 老花一配的 这个通用型的配方土 什么植物都能种 不论是月季绣球铁线连 中间三叉 质纸花 绿螺 吊蓝 龟尾茹 香蕉 橘子 苹果蜜 小麦 黄瓜 西红柿 多肉 十五斤 人蓝 不论是你种豆 还是种瓜 不论你种菜 还是种花 不论你育苗 还是千叉 统统都能用 土质很OK的 下来了 加入一部分底土 给的话 老花 你这个盆 窟窿眼太大了 漏土 漏土是吧 我教你一方法 你提前让它漏 把这些大颗粒 作为底下 也能以防烂根 对吧 还能增强透气 这不合了而不为 给它塞下去不就行了 你担心漏 提前让它漏 这不就不漏了吗 我们家土一般是不漏的 这个只是说 给大家开个小玩笑 再加入一听底土 加入底肥 像这种东西的话 咱们是圆盆的入土 又很健康 怕个什么了 加肥 可以多加一点 有的话问 这个肥料烧不烧花 烧花不烧花的 我跟你说 那个倒不会 就是烧钱 加入一听 避免有根系的直接接触 接下来 咱们就类似于 等于树土入盆了 大概比量比量 比量一下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要是跟花盆持平的 一个话会埋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咱们再往上提一提 再加一点土 这种花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会从这种茎上面 长气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有很多的一个气根长出来 这种一般大家要了解的时候 像这种麦绿蓉这种东西 一般都是在热带雨林里边的那种感觉 它们那边的话 空气湿度相对来说都会比较高 而咱们家里面很多的花有就是很干燥 浇水浇的特别多 它特别容易烂根 它的一个本身的盆土里面的根性 不会长得过分的很强 好吧 它们都会 你就算是你在怎么着 它也会长气根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句不好听的是吧 有些个它就那样 你说一只红杏出墙来 就是你院子里面的光照再好 它长得只要是旺 它也会出墙来 好吧 由于这个 这个有点东倒西歪的 咱们就稍微的给它 稍微的中了深了一点点 但是不要过分深 那咱们怕它这种倒 咱们就把筷子放进去 像这种一次性的筷子呢 有很多的妙用 很多话老实说 老怀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浇水 什么时候不该浇水 你也可以像我这种 直接插到土里面 直接一插到底 这种的话呢 大家没事的时候 就可以拔出来看 观察一下是否干了 它干了的话呢 您就该浇水了 不干的话呢 就可以先暂时不浇 同时呢 也要观察植物的一个叶片 它的一个总体的形式 那我把这一根呢 也是放到这 我是防止它歪倒 咱们就把这个筷子呢 就是这么插了一下 到后期呢 它这些气根会长到土里面的 长到土里面就好了 支撑性就好一点了 好了 不用着急浇水啊 当然了也可以浇 因为这个盆土原本的时候 也不是特别湿 在日后的养护过程当中呢 大家避免与强光的一个暴晒 尽可能的呢 就是空气湿度好一点 当然了 你也可以把它当为一个空气湿度仪 如果说空气湿度很差的话呢 它的叶子就会长得比较小 到后期呢 也可能会出现干边 如果说你们那边空气湿度很高 说明屋里面很潮湿的话呢 它就开始会长一些气根出来 当然了 盆土这一块呢 大家还是维持干湿循环 干了就不干不浇 当然了用土用肥也跟大家讲过了 还有呢 监测土壤的一个干湿也讲过了 相信是比较全的了 这种东西都是不耐寒的 尽量维持在五度以上 一般15度以下就停止生长了 所以说呢 比较适合在室内养护的一个花 当然了 你如果说两广地带的话呢 三个家地区那边的花友呢 你同样也是可以种到地下的 好 一篇关于这个曼绿蓉的一个养护呢 也简简单单给大家说了一下 别闲的没事 老往这种叶子上面喷水 它这个东西你怎么理解呢 你喷水就像咱们人 咱们的皮肤保湿 你没见过哪个大美女 说是没事拿个水喷壶 往脸上喷水保湿的吧 对吧 所以说还是空气湿度 才是解决的一个根本 不行的话呢 就做个这种小一点的这种小棚子 好了 描情了95分啊 综合得分95分 就不给满分了 怕她骄傲 我老花一 两花最长一夜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